總括來說,我覺得是蠻有趣的一件玩具 先看看外表,其實它都很盡量地想製造那種質感 所以網上手也交到幾次實物那種 按鍵方面,其實它也盡量想還原那個按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還原得不太好 而手掣上面,我也覺得是做得蠻細節 雖然基本上都是用貼紙來做 但它也有還原那種類型的感覺 整個東西對我來說,我都是正評的 領袖派大家好,我是Zero 今天又跟大家來開箱 今天我們是玩砌模型的 雖然只有我自己一個 因為今天這兩盒的東西,其實是很輕便的東西 就是台面看到的這兩盒 分別是Bandai出的PlayStation和Saturn 近年有很多復古的遊戲機,出了很多不同的精品 例如之前出的PlayStation Classic Saturn Mini等等 這次就輪到模型上 作為一個遊戲迷,當然要看看這兩件東西 首先看看盒子,兩個盒子都是用懷舊設計 不過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一般 因為你看看這個盒子,其實那個黃色 好像很舊化 我覺得懷舊還懷舊就不用做到很殘 Saturn這邊我覺得比較漂亮 不過我們Saturn沒有外 所以我重點應該是說PlayStation這個 打開來看看 先看一看一看 其實各自的組件都不是很多 PlayStation只有三塊,應該很快要砌完 世家這邊是多一點,有四塊 我想一個小時什麼都可以 砌一砌,看看成品是怎樣的 之前我看過日本人砌,他們會把整個晶片 噴上顏色,做回所有晶片 這個挺有趣的 你看看這些十字按鈕 如果大家以前有拆過PS的手按鈕 你會記得這些十字按鈕的軟膠 其實裡面是很過人的 我以為小時候會拆出來玩的 現在這樣做這個塑膠也挺有趣的 不過因為那個膠的問題 就跟以前那個實質的手感不太一樣 這個膠也挺有趣的 我特地做了一個小小的訊號位置在後面 那你就可以做到那個按鈕是有按下去的感覺 現在砌在機器的內殼位置 這個過程其實真的有一點 好像組裝回整個PlayStation的感覺 這個我挺喜歡的 如果它有這些螺絲位置 都可以做人讓我自己上螺絲,那就很棒了 大約一小時我就砌了PlayStation 總括來說,其實我也覺得是挺有趣的一件玩具 先看看外表,其實它都很盡量地 想做回那種質感 所以網上手都很像實物那種 但以前都是膠疊出來的 所以這個位置相差不太遠 按鈕方面,其實它盡量都想還原按鈕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還原得不太好 譬如POWER鍵這個位置 好像按下去之後,它凹下去上不回來 甚至底部是做了一些彈出來的設計 例如RESET這些都是,按鈕基本上已經實死了 而右邊這個它想做一個開蓋的效果 即是按開蓋會彈出來 其實是真的做了一點點的 但我覺得不夠很完美 打開之後就可以進入碟子 如果大家以前有玩個PlayStation的正版就知道了 以前PlayStation的正版其實是黑碟 即是後面是黑色底 我人生中只有一個PlayStation正版 就是落下X4 還要是當時不知如何抽到Koku 它也有把碟子放進去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位置值得讚 而且它裡面的圈圈位還可以轉碟 所以這個位置挺有趣 前面有四個插槽位 除了有兩張save卡位之外 還有一個手掣可以放進去的位置 那全部筍口位都是合作的 而手掣上面我都覺得是做得挺細節的 雖然它基本上都是用貼紙來做 但它也有圓圈的感覺 所以手掣來說其實我是挺滿意的 但它給的電視太長了 可能要自己修飾才會更漂亮 整個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正評的 但我覺得它殼上的筍口位做得不太好 它基本上都是做外露位的 所以如果你不收的話 就像我一樣 一定會看到有少許瑕疵在外面 那這個就要自己注意了 好,我們把saturn那隻 不過這個時候我肚子餓 吃一吃飯,回去繼續 由於時間關係 和兩隻模型中間 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所以我已經把這隻的世家saturn了 先說說它的一隻碟 其實這隻碟是窩心一點 它給了三隻不同的遊戲做選擇 可能因為世家本身就有這些遊戲的版權 輕鬆一點 分別就是virtual fighter 英大戰和一隻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覺得virtual fighter代表性一點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就有封面了 但它有少少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碟是用銀色的 所以如果你一翻貼的話 就很多要出現這些皺紋皺痕的東西 其實都蠻欺的功夫 對比PlayStation純黑色底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要斟酌一下 另外再看看這部機器 這部機器一樣有做到這些按鈕的感覺 比較特別的是 前面這個位置是真的可以啪個角 會有啪這個聲音 但它這個啪又卡得不緊 所以它會彈出來 令到Open鍵其實可有可無 有少少奇怪 Power 和旁邊這個解決鍵就有些雞肋 因為它本身只有一塊東西吸進去 就沒有做到按壓感 就不像一個按鈕 另外我覺得世家Saturn這部機的水貼 都是一般的 原因是因為它貼紙上的顏色 其實很容易跟它機本身的按鈕顏色撞 例如你看到Power這個按鈕 是撞到基本上看不到 對比PlayStation那部 其實很多顏色都撞得很漂亮 這個可能要歸咎於本身那部機種的問題 手掣上面不要特別好說 因為都是分了類型組裝上去 整個的還原度我都覺得是高的 只是因為我自己比較有愛的是PlayStation 而且我也真的覺得PlayStation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如果兩隻選一隻的話 我始終都會選PlayStation這一隻 不過其實兩隻都不是很貴 只有百多元左右 買完回家當作是一個純潤收藏 都不差 如果推出了這兩隻之後 其實我也有點期待 如果它會不會推出超任之旅 如果有的都蠻開心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很多不同類型的玩具開箱的話 記得要訂閱和Like這條頻道 我們下一次開箱再見 拜拜 Peace